戰爭是一個政府很重要的決策行為 現在大陸有部分的名義 因為驚嚇事件 情緒暴漲 對台灣氣已深高 主張和平統一的聲音 突然間從網路上或者媒體上不見了 這時候誰敢突然講 我們要維護良好國際關係 光靠這樣的一個事件 是不是能夠使大陸做出一個攻打台灣的決策 趙春山等重量級選者 對驚嚇撞傳事件的發展 憂心忡忡認為可能引發 大陸動武 理由是大陸民意對台敵意高漲 大陸政府面對民意壓力 可能動武以符順民意 但蔡杰仁博士看法不同 戰爭是一個政府很重要的決策行為 我們要用很科學的態度來看政府的行為 政府的行為是怎麼決策 怎麼行動怎麼規劃的 現在大陸有部分的民意 因為驚嚇事件 情緒暴漲對台灣的意義深造 然後以前主張和平統一的聲音 突然間從網路上或者媒體上不見了 那你現在去大陸上跟學者談 或者跟訪談 沒有人敢跟你講說 當不會跟你講直話說 沒關係沒關係 兩岸一家 不是會被人家出征嗎 大陸也會出征好不好 對 對 所以沒有人敢講 所以你聽到一定是一面的 那以前大陸上在講說 不要武力犯台的 基本上是三種聲音 第一種聲音 就是說 民族復興最重要 對 這個統一台灣是之為莫節 只要我們民族復興了以後 台灣自然會來歸順 這是第一種理論 那第二個 就是說 現在中美框架比較重要 跟美國鬥爭比較重要 不需要分心去處理台灣問題 那第三個就是說 哎呀 反正台灣跑也跑不掉 我們只要把底線畫好 台灣也不敢跨越這個紅線 慢慢等 對 慢慢 不敢跨越這個紅線 那你何必急著去處理咧 可是現在這聲音都不見了 因為在壓過去啊 憤怒就跟五四運動一樣嘛 外抗強權內除國賊 這時候誰敢出來講 我們要維護良好國際關係 對 另外的就是 大陸觀念也承受了 很大的民意的壓力 可是 我在分析政府行為 會 第一個我想到說 光靠這樣的一個事件 這樣的一個民意 是不是能夠使 大陸做出一個 攻打台灣的決策 不夠啊 不會 不夠 我這樣一問都很清楚 不夠 你這樣脈絡推廣都不夠 不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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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clusive 香港的私事件